世界上真的存在某种未知的诅咒吗? 2004年位于非洲东部的乌干达被一股未知的力量袭击 在复充了317头河马的生命后才查明了真相 而事情的真相也颠覆了人类对河马的认知 事情发生在乌干达的伊利沙白国家公园 公园里生活着各种珍奇异兽瓜果离桃 正因为其多样的生物性被称为自然的天堂 而就是这个自然的天堂让生活在这里的河马差点遭遇灭门之灾 2014年8月份的一天接到一位游客的报案 华人称伊利沙白国家公园的河面上似乎漂浮着两具尸体 调查人员小白马上赶到现场 经现场勘察原来是两具河马的尸体 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小白当场就判断 这两头河马被河水淹死的可能性不大 小白仔细勘察后发现死的这两头河马都是公的 雄性河马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 马脾气上来是见谁干谁 经常干鳄鱼 干狮子 干大象 可能在河马的认知里 谁嘴大 谁就是老大 如果双方嘴都大 那就要比谁皮厚了 一旦两只河河马发生了争斗 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所以最后调查员小白判定 这起公园河面浮尸案 造成两头河马死亡的原因是 火欧 这个结果也被当地人所认可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不断有人报案 而且报案原因惊人的一致 都是在伊丽莎白国家公园的河面上发现了浮尸 等调查人员小白赶到现场一看 瞬间麻了 不是腿麻了 是头皮麻了 公园的河面上大大小小 整整齐齐老老少少飘着18具河马的尸体 小白扫了一眼现场 脑中瞬间复原了18只河马 聚众斗殴的惨烈现场 此时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并将此事立即上报有关部门 上级部门也非常重视此次事件 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 请来了重量级野生动物专家 派驱克阿提奈迪 老派到达现场 勘验了河马尸体后 给出了一个让调查员小白 大吃一惊的结果 这些河马竟然不是因为干架而死 而是中毒生亡 河马因为皮肤的原因 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水里 所以老派认为河水有问题 据公园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条河是与外界连接着的 而河流的上游不远处就一个矿区 叫启林贝矿区 启林贝矿区是当地六七十年代 非常著名的铜矿开采区 共计开采出了1600万吨的铜 但是该矿区已于1978年停产 不过调查人员发现 开采工程中遗留下来的 还有大量的铜、鲜、铝等重金属的残渣 就堆积在河道附近 老派判断 常年的雨水冲发 这些被重金属污染的河水 流入伊丽沙白国家公园的河道 造成了河马重金属中毒而亡 证据冲租河里 推理严丝可缝 那么真相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吗 然而老派却忽略掉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条河里生活着大量的鱼类 而这条河也是园区其他动物的饮水机 如果河水有问题 为什么其他动物没有事 偏偏河马承担了所有 果不其然 经过河水水质采样检查鉴定了 河水中的重金属及有毒物质含量均属正常 水质没有任何问题 调查人小白望着一头雾水的老派 心中那个倔强的想法又跳了出来 一个月过去了 事件调查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而且最可怕的是河马的死亡数量已经增加到了110头 各种封建迷信的传言在当地居民之中流传开来 不出所料的话 剧情走到这里 大boss应该登场了 110头河马的集体死亡 在非洲乌加拿地区以各种离奇的方式迅速传开 老瑞是一个驻守在非洲的荷兰动物专家 25年的工作经验 他觉得自己可以解开这个谜题 不过等他站在伊利沙白公园的河边时 他觉得自己短了 这件事短了 河面漂浮着大量的河马尸体 因为当地从没有遇到过此类事件 也不敢擅自处理河马尸体 所以任由他漂在河面自生自灭 25年的工作经验确实不是白干的 老瑞判断短时间内造成大规模死亡 这明显就是某种传染性疾病造成的 下一步就是对河马尸体进行起剖检查 但是这种检查必须要用那种感染后还没有死透的河马尸体 因为死亡后的河马身体会迅速滋生大量微生物 就会影响检查结果的判断 工作人员划着小船在河里转了好几圈 终于在一处浅滩发现了一头奄奄一息的河马 老瑞穿戴整齐 把解剖刀磨得袜光正亮 在岸边就地解剖了尸体 解剖过程中 老瑞发现河马的多个器官发生了硬化 老瑞对这些器官分别做了采样 送往了当地实验室检验 检查结果发现了一种紫色杆状的游击物 老瑞用25年的工作经验判断 这个紫杆杆有可能就是河马集体躺板板的元凶 因为当地实验室的检查设备比较落后 还检测不出这种有机物是什么病毒 所以药美被800里加级送去了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研究所的研究员法比英带领团队 耗时6个小时得出一个让人干颤的结果 碳区杆菌 之所以干颤是因为碳区杆菌是人畜共患的一种病菌 在非洲致死率极高 碳区杆菌曾被用于生化武器的研制 比如著名的生化禁地格鲁伊纳的 就是碳区生化研制失败的结果 至今无人敢靠近 碳区包子生命力极强 可以在干燥的环境中存活20到30年 用废水煮至40分钟以上才能将其消灭 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发比英直接赶往伊利沙白国家公园协助调查 到达后发比英立即对河道附近的土壤进行化点 因为存有一些地方的土壤中会自然存在碳区包子 发比英认为河马是在河道附近觅食时 将带有碳区包子的泥土吃进了肚子里 从而感染了碳区病毒 老瑞则提出了不同意见 如果这样 那其他的食草动物为什么没事呢 土壤检查结果果然不出老瑞所料 没有任何问题 眼看就进入死局了 发比英提出一个让所有人啼笑皆非 想想又后脊发凉的推测 发比英推测是因为其中一头河马 不小心感染了碳区病毒 而其他河马是吃了这头河马的肉才被感染的 就这样一传十 十传百 造成了现在的结果 但是其他人呢 并不认同这个推断 因为河马是99%吃素的动物 很多人表示长这么大 我就从没见过河马吃肉 就算食肉动物 也是只有少数会吃同类的 发比英为证明自己的推断 又返回德国寻找河马吃肉的证据 最后竟然真的让他找到了两起 有资料记载的事件报告 第一起 1995年 一位叫杜德利的生物学家 在新巴维哈国家公园中 看到河马在啃食羚羊的尸体 另一起是在1996年 一位旅行者拍摄到了极为罕见的一幕 当时一群鳄鱼正在享用河马大餐 此时一头河马气冲冲的跑过来 鳄鱼被吓得四散逃离 但是下一秒 所有人都被惊掉了下巴 赶走鳄鱼后 他竟对着那头河马的尸体 大快躲移起来 现在证据充足 事实明朗了 伊丽莎白国家公园河马集体死亡事件 就是因为某一个上辈子不知道干了多少缺的事 倒了八辈子血眉的河马 正巧吃了带着泥土的一颗草 这颗草的泥土里又正巧带有碳菊包子 而有一头嘴欠的河马 又正巧想尝尝同类的味道 更巧的是 这片河里的河马都挺嘴欠的 所以河马吃河马 河马传河马 最后这场事件 共造成了317头河马牺牲 好的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